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直品牌好程序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k系列之Spark号,我是主讲人志哥 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些Spark当中的其他算子 这些算子包括CountByKey,CountByValue,FilterByRange,FightMapValues 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型QQ群 群号是241617568,那么OK,开始今天的正式学习 好,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算子啊 那咱们都知道啊,那除了当前我们之前所学的一个算子叫FightMap 这个FightMap,那这个FightMap呢,是一个Transformation算子 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是便利集合并进行扁平化处理 平化处理啊,扁平化处理 主要作用就相当于什么,假如说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RDD中存储数据啊 假如说,它是一个array里边又包含了一些什么这个AR,array,小号,这个双眼号等等等 对吧,包含多个集合这种情况,对吧 这个集合里头套集合,那我想要的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集合中的每个数据而非是集合套集合这种情况,对吧 那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可以调这个FightMap进行扁平化处理,对吧 那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再给我们介绍一个新的算子 叫做FightMapValue,FightMapValue,它呢主要是什么呢 对这个,它呢主要是,主要是,对这个存储在原主中,原主中的Value值进行扁平化处理 扁平化处理,这个扁平 什么意思呢,咱俩,接下来呢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这个非常简单,我们RD,VL,这个RDD3等于 IC,咱们创建一个新的RDD,假如说咱们这里存点值吧 假如说咱们List,咱们就存点小值就行了,假如说小块这里我有一个A是Key,对吧 但是我的Value呢是1,空格2,好吧 然后接下来呢,这里我再来一个,假如说咱们这里再加一个,假如说算一号B 然后逗号啊,这个3,空格4,那这里啊,我的这个Value值是不是中间有空格啊,对吧 那我想到给当前那个空格进行一个拆分 我想进行拆分,那大家想,如果我对当前这个Value值进行拆分的话 是不是会得到一个新的集合,是一个数组吧,对吧 那我是不是还得把数组中的数据便利出来,才能进行处理啊,对吧 那此时呢,在这里,如果我们调FetMap比较麻烦 因为咱们得取出第二个元素值,在FetMap再捶过来,对吧 那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直接的处理方式 也就是说,通过RDD3.2,有一方法叫FetMapValue Values,然后它会直接操作原主中的第二元素 也就是这个Value值啊,比如说当前我这个下游线代表的就是当前后边的第二元素啊 第二元素,然后点Split 然后我以空格进行拆分,此时记录 它就会返回一个全新的RDD 它会返回一个全新的RDD 假如说这个RDD3-1 它会返回一个全新的RDD 而我们这个时候,大家看后边这个原主当前的后边这个Value值 是不是就直接变成死菌了,对吧 那感觉有人说,这个怎么能会变成死菌呢 大家想,如果我Split的拆分,正常来说 这个位置是不是应该是一个RD数主吧 对吧,那因为有了这个扁平化处理之后 看好大家这个位置啊,是不是直接变成死菌了 而非是当前的一个什么 是不是不是一个当前的数主啊,对吧 好,所以此时呢,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输出一下printer啊 RDD3-1.connect 然后接下来这里.toList 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打印啊 然后此时我们执行 稍等啊,看啊,看啊,看啊 这位置看啊,是不是一五 对吧,咱们那个是一五对吧 这一个啊,咱们那个一五的一个啊 然后呢,这个,哎,这个是上面那个 看后边那个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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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他没有换行啊,咱们那个啊 咱们上面这没换行,我以为第一个是呢 啊,然后这这句话啊,这句话没换行 那咱们再重新执行一下吧 咱们把这个出刊成结果了啊 重新执行一下,这个原来没有换行 所以他俩连在一起了 咱们重新执行一下,再看一眼啊 好,看最后一个啊 这个是真正的结果,看这 是不是A1,A2 是不是原来这是一个A1-2 是不是这个被拆分开了 和第一个这个key进行一个重新组合吧 A1,2 然后B3,B4 是不是也重新进行一个扁分开处理了 对吧 哎,所以这里记得啊 可以直接对Values进行一个处理的 扁分开处理 叫FETA Map Values OK 好,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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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